俄罗斯消息报网站2月9日发表了题为俄罗斯飞行雷达A100是非细节曝光的报道。 报道称被媒体称为飞行雷达的俄罗斯A100预警机,已初步飞行测试框架内的首次飞行。 飞行期间检验了A100原型机的驾驶航行性能和自动驾驶系统的工作情况,评估了机身的气动布局稳定性。 演练了机组和地面指挥战之间的通信规则。 这次试飞是在2月8日进行的。 试飞前,机身已经喷涂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涂装。 报道员引维加康采恩总设计师、俄科学院通信院士弗拉基尼尔维尔巴发表的评论称, 采用最新研究成果的A100航空系统,进入重要测试阶段。 他表示,A100的问世证明,俄罗斯的科研设计水平,不仅不逊于全世界, 而且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上更胜一筹。 俄军A100预警机最新试飞资料图,俄罗斯国防部网站资料图片,俄军1276MD-90A军用运输机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2017年11月,A100完成首飞。 它是在1276MD-90A军用运输机的基础上研制的。 设计者表示,预警机装有特殊雷达天线罩和最新电子设备。 2018年7月,消息人士透露了A100的主要性能。 据悉,A100的主要优势之一,在于辐射透过性。 全世界没有具备类似性能的系统。 报道认为,相比于A50预警机,A100对空中和海上目标的侦查范围显著扩大。 跟踪空中目标的数量和信息处理速度,也有大幅提升。 俄罗斯报网站,9日也报道称,俄罗斯国防部开始对A100多功能航空系统,进行初步飞行测试。 国防部新闻处表示,飞行雷达在该项测试中的首次飞行顺利完成。 A100首相预警机,配备数字化导航系统,控制系统和玻璃化座舱。 主武器是新型双波段相控阵雷达。 资料图片,每至一三望楼大型预警机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报道认为,A100的性能,大幅优于。 美国E3预警机等同类产品。 它不仅能发现和跟踪最多300个空中、海上和地面目标。 还能遥控无人机,控制距离,据说是650公里。 此外,首相还能接收卫星数据。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有效行动半径。 最后,A100不仅增强了电子和火力对抗下的作战稳定性,自己还能充当电子战工具。 报道称,虽然首次试飞的细节暂未公布,但西方观察家早已强调,装备A100将使俄罗斯具备重大空中优势。 主要问题在于空天军核实开使用轻机,代替A50和A50U。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,北京1月24日电,记者周宇婷,在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召开的国防部扩大部误会上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,做了2018年年度报告。 那么,这份报告有什么特点?反映出了俄罗斯军队怎样的作风? 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少伊谷,资料图,主持人,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伊谷的这篇年中总结报告很长。 包括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,俄武装力量建设的质量正在提高。 还提到了俄军2018年获得的核计划在2019年获得的新武器。 同时概述了2019年的计划。 可以说,内容非常全面。 伊南教授,这样报告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 金伊南,这个报告我们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文风。 文风简洁,干净利索。 毫不犹豫地指出了面对的所有威胁。 而且威胁的严重程度,绝不加任何粉饰。 美国部署了什么武器。 这个武器的攻击范围,大约有多少。 可能对俄罗斯造成什么样的伤害。 把安全形势分析得淋漓尽致。 然后俄罗斯怎么样有效维护自己的安全。 报告指出, 美国已经开始建立一支新的军种太空军。 就是直接面对威胁。 直接阐述俄罗斯的措施。 所以这种文风给我们很大的思想的震撼。 实际上是感受在当今世界上大国规划自己的安全。 然后选择维护安全措施的这种过程中,这种思想的敏锐。 我们讲文风反映着思想。 你看他的文风犀利。 实际上是思想犀利。 主持人,所以您认为这份报告淋漓尽致的描述威胁, 单刀植入的展示能力。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金音男,对。 我觉得俄罗斯这种文风值得我们学习。 军队是需要战斗的。 是要行动的。 一定要简洁。 一定要让我们只站远。 包括战斗员明确地知道我们的行动方针, 我们的行动方略。 我觉得俄罗斯这种文风,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 军人一定要简洁。 你看我们以前战斗年代。 中国工农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到解放军。 甚至到了抗美援朝。 我们的口号都非常简单。 比如打土豪、奔田地,非常简单。 俄罗斯军人直面问题的作风,值得我们学习。 比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,就是严简易干。 军事理念。 红军过湘江的战斗动员简报。 红军、抢渡大渡河的战斗动员的电报。 我们打平行关的战斗动员的电报。 语言非常简练。 而且鼓动性非常强。 我们想建立真正的军队。 就是干脆利索、单刀直入、直面问题。 坚决解决问题。 就是战胜对手。 这是最根本的。 主持人,嗯。 文风应射军风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依谷做的这份报告通篇没有一句废话。 就是单刀直入、直面问题。 这种文风是不是也反映出了俄罗斯军队的作风? 金一南、俄罗斯军事状态,确实是这样的。 俄罗斯它军事理论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? 就是使用。 一定要使用。 我们在引进俄罗斯装备的时候,我们就发现一个特点。 这个特点在哪里? 俄罗斯装备的简洁。 它不管是陆海空军的装备,能简单化就简单化。 它绝不搞得很复杂。 很多人讲俄罗斯装备电子设备不行。 发动机的寿命不如美国人的寿命长。 比如美军的F-15战斗机。 它的发动机寿命,能够达到多少? 能达到3000小时以上。 甚至5000小时。 俄罗斯苏-27的发动机寿命,只有1000小时。 但是俄罗斯的作战理念不一样。 俄罗斯方面的判断是什么呢? 他们判断真正的空战开始。 一架飞机的生存能力,很少超过1000飞行小时。 所以说你弄一架飞机,它的发动机很贵,能飞3000小时。 在真正战争来临的时候没有意义。 不到3000小时就击落了。 那昂贵的发动机就没有了。 所以俄罗斯的军事理论,不如造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,而且数量比较大的。 能够支撑军队行动。 俄罗斯苏-27的发动机寿命,只有一千小时。 所以从这个理念看,俄罗斯有俄罗斯自己的道理。 是一个简洁的军事理论。 它这种理论,不仅是用到装备学里面。 而且在国防安全报告里面也深入了简洁。 这种单刀直入,而且直面问题。 怎么解决问题? 我们学生写论文就反复讲过。 不是让你写what,是什么? 而要写how,如何去解决? 俄罗斯国防报告,不仅提出问题。 而且解决问题不是凭理论。 不是凭概念。 是扎扎实实的措施。 一我做什么? 二我做什么? 三我做什么? 非常清楚。 条理非常清楚。 思路非常清楚。 主持人,另外这篇报告,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。 就是开头的很大篇幅内容,都是在介绍美军和北约军队的动向发展,以及未来发展趋势。 您怎么看这一点? 进一难,其实你讲的这个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能够对对手分析得如此详细。 它主要关注对手。 所以你刚才你刚才讲的俄罗斯前面的那部分,对北约和美国形势分析,它为什么掌握那么多的数量? 俄罗斯的情报工作,就是牢牢的盯着对手。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。 对外情报部门的出色工作,是俄罗斯主权的保证。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以我们为敌的对手牢牢的盯住。 像俄罗斯这样对对方细微末节的动态,都要紧紧抓住。 做到这一点才能完成军队最根本的使命。 所以在今天,美俄国防投入差异巨大的情况下。